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斯法南 最近泽连斯基呢昏招的一出啊 因为这个1978年出生的 言喜剧出身的制片人和这种剧组老板 出身的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心情沮丧到极点 几条 一外国首脑一个电话跟一个电话 他脆过来跟他问呢 你说的七十万大军在哪 因为他当时在邓巴斯地区 他为了谎报军情 他自己吹牛说有七十万大军 然后怎么做形成决定优势 哪去了没有了 相反固若金汤的所谓这个亚素钢铁厂 全都投降了 是吧 心情报 第二 整个出海口面临着全部被俄罗斯控制 第三 两千万吨粮食在你乌克兰 那个主权是属于美国的 美国叫你运出来 现在你敦巴斯地区 你一战失去了之后 现在你出海口全部都没有了 美国的粮食这么运出来 美国粮商你急了 是吧 还有一条 那就是全世界都说所谓的好听的叫民主国家 递刀递枪 但是呢 大家都糊弄他 你看不看 网上有一个短视频 那二战的时候 那个坦克就是都生锈的 是滴的歪歇 走路冒那个油烟 呛鼻子 那个油烟味 那个坦克拿过来支援支援这个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非常愤怒 而且德国说 地独四导弹 是 然后军费增加百分之二 是 给你提供重型武器 是什么都说 但是不到啊 所以在乌克兰的这个当地就有漫画 就画呢 这一辆坦克乌龟驼着 正在往这爬呢 美国好 美国痛快 参众两月 通过400亿美元 支持乌克兰 那是唯一对小弟的支持 但是对不起 烟瓜八毛 百分之十都到不了 那你怎么支持 几千万人口 这么一个国家 人吃马胃 每天要多少钱呀 就是支撑非常之难 你整个工业区 失去了 黑土已经没有了 农业的几分之几 已经没有了 而且乌克兰面临肢解的 多了来势兴兴 要把西部跟你切过去 所以乌克兰的情况 非常之不妙 所以乌克兰就把这事 到处找替罪羊 记住啊 一个人发生 眼前发生了一个 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实的时候 他一定会迁怒于人 所谓迁怒于人 就是这么来的 泽连斯基 瞄准了一个老头 哪个老头 一个叫基辛格的老头 亨利基辛格 亨利基辛格 这个人呢是 按中国人习惯的说法 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来过 他99岁 他来过100次 中国 在中国 认识太多的人 那人脉 从毛泽东时代 一直到今天 瞄准他干啥呀 给他列入到一个名单里了 这个名单里有杀人犯 有恐怖分子 有战犯 有贩毒分子 有国际黑社会老大 就这么一个黑名单 为什么把基辛格拉到这黑名单里边来了呢 因为乌克拉有个网站 网站主要是把那些对乌克拉有威胁的所有的那坏人的名单都拉到这里面来 说这个基辛格啊 最近有些话 打打的伤害了我们乌克拉人的尊严 因为基辛格说啊 应该恢复原有的边界 应该啊 应该见会儿就收 别们没完没了打了 你这打不下去 原来基辛格就说过 两个大国之间 你得把握平衡 你不能站到一边 站到一边 这地方不行 这是以前 基辛格当然了 地缘证的专家 波尔尼斯基也这么说过呀 泽雷斯基哪懂呀 他哪听得进去呀 那边喊 那边说给你糖 给你枪 给你炮 哇 那下边 这怎么做有选票 这么做有选票 其实呢 所谓俄罗斯的乌克兰的决士行动没有开始之前 泽雷斯基先弄手 先开炮打的 讲俄语的人 那杀人杀多了 知道吗 要不然普京怎么叫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呢 那泽雷斯基 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所谓地缘政治概念 没有这种理论 没有这种理性 所以 就把事情搞得太糊涂 国家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600多难民 昨天联合国开会 开会干嘛 防止那些难民 600多难民 到了周边的国家去之后 二次犯罪 性犯罪 性虐待 人口贩卖 第二次受害 惨不忍睹 昨天自己把国家弄成这样子 但是他找替罪羊 他把了基辛格弄到这个黑名单里面来说 基辛格是基辛格是俄罗斯人的帮凶 俄罗斯很善于外交 就就过生的时候专门去给基辛格说 你是俄罗斯人民的朋友 基辛格其实努力把握平衡 但完了 你平衡不了了 平衡不了了 基辛格说边境应该恢复原状 你这词啊 也是 你基辛格也是 也不知道是老子说不清楚了 还是他脑子没想清楚 还是他认为 我已经说清 什么叫恢复原状啊 是恢复到今年2022年的2月24号开战之前的原状 还是如泽雷斯基所说的 要普京把克里米亚给吐出来 2014年之前你给我吐出来 普京谈判之前 那架是跟说台词一样 我这暴脾气 根本就不把普京夹眼里 说着说着 自己有夸大倾向 很多演员 天才演员 好演员 他自己给自己加戏 说着越来越高亢 越来越正义 越来越势不可当 但是政治不是这么说 政治有的时候得装傻 有的时候装怂 有的时候呢 装着没听见 还有装龙 还有装瞎 他老盯着男一号 所有的地方都光彩多目 那怎么行啊 如果按照基辛格说的 退回到原有的边界 那到底是哪个边界 2014年 克里米亚退出来 怎么可能呢 但是不管是哪种信息 这解读起来都很有文章 基辛格说 乌克兰的正确角色 注意这句话啊 说乌克兰的正确角色 应该是个中立的缓冲国 而不是欧洲冲突的前线 这话我早说了 谁让你不听啊 基辛格老头啊 99了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所谓缓冲国 那就是中立国 明显的 反正基辛格听了之后 就暴跳如雷 用俄语骂娘 说这是你 你这是替俄罗斯说话吗 就是说基辛格的意思是 指乌克兰应该低个头 奶奶娘 低什么头 低头回到开战前的状态 克里米亚不提了 那乌冬两地的自治就自治了 自治之后就独立了 独立之后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泽连斯基确实是没法答应 这这这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所以基辛格的说法 就是捅了马逢窝 一时间西方媒体的标题 轻易耍的都是 基辛格劝泽连斯基 割地投降 割地投降 不好听啊 是吧 克里米亚割了 顿利斯克割了 罗干斯克割了 现在还有接着要闹 独立的地方 对不对 你要是不割地的话 那接下来再来两个州呢 怎么办 俄罗斯第二阶段 军事行动结束了 第三阶段 军事行动正在两条线 那大箭头 三个箭头 稳稳当当实现自己的目标 泽连斯基 你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是吧 泽连斯基知道 战争是个基本盘 英雄的标签 是他的 是他的标签 是吧 英雄吧 投降这词 能往泽连斯基脑上顶吗 他还准备在投降之鞋 发表一篇 传于后世的精彩演讲的 但是你要是 你光想着一表演 你不想着实际 实际进展怎么办 反正是找个替嘴羊 基辛格过生日 把他筹骂一顿 拉进黑名单了 现在回过头来想 基辛格说的 真是有道理啊 对吧 基辛的观点 实际上呢 我看有人评论说的很好 说基辛格这个说法 其实呢 已经宣布俄罗斯胜利了 宣布俄罗斯胜利了 乌克兰呢 乌克兰失败了 No了 不了 那怎么办呀 泽连斯基其实对基辛格发火 就是对基辛格的声望 影响力的这种不满意 当然事实上呢 就是对整个西方的那种不满意 因为基辛格说了以后 整个西方舆论都要求他各地 各地的求和 那怎么可以呀 其实基辛格也有点冤枉 因为在此之前半个月 华盛顿邮报早就一篇文章 专栏文章 指责说乌克兰未来会很难 乌克兰人呢 要替未来做打算呢 要考虑韩国西德方案 你知不知道更枪废管子 是吧 华盛顿邮报居然说 泽连斯基的考虑一下 韩国斯密达方案和德国方案 韩国方案 德国方案什么意思 国家分裂 国家割两半 一半 是你的 一半是我的 就是韩国和西德什么方案 靠近大国的一半领土 我不要了 另外一半是搞建设 用中国的传统的什么 就叫做化江而至 斯大林当年就要求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过长江 化江而至 否则有亡国之危险 毛主席不听那个谐 七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中山风雨起仓皇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聚龙盘亲圣西 天翻地覆 凯而康 那还没完 一江圣勇 追穷寇 不可孤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 天一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泽连斯基哪懂啊 喜剧班 这位小演员 他哪懂啊 呵呵 你如果光华盛金邮报 讲了就完了 美国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也提出了 一个类似的说法 意思是说 你们乌克兰不切合实际呀 你这个不切合实际 你自己怎么折腾 我们不管了 但是你会导致美国和北约 投入巨大代价 美国北约不能持续投入啊 所以你们乌克兰人 是不是要在领土的问题上 做一些土鞋 哇 纽约时报这一讲 那这个泽连斯基更受不了了 知道吗 我看荣平说册 荣就兵荣相见的荣 荣平说册 这个笔名咱网上都不知道谁是谁 这个人在湖北 写得很好 他说纽约时报这文章一出来 泽连斯基根本就坐不住了 这叫什么话 就是说 美国主流媒体 什么话 那邮报和纽约时报 都给泽连斯基施压 说你不切合实际 你损失不损失 我不管呀 但是你这样会导致美国和这个北约 无穷无尽的投入 纽约时报还特别声明了 说我跟你说啊 这可不是随进啊 这是现实啊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追求一场虚幻的胜利 没有意义 反正俄罗斯已经被定在历史吃辱柱上了 美国是应该抽出时间和精力干正事的 因为美国真正的敌人是中国啊 纽约时报大概就这意思吧 英国从来都是跟美国跟得很紧的 BBC啊 也说在决策圈 乌克兰问题上 已经不存在团结了 战争的目标已经从从前的收复呢 额控领土变成了如何顺利解套 说现在你怎么解套 乌克兰干脆解了套了 战后乌克兰剩余领土安全和生存能力 言下之意 现在乌克兰你就认命吧 但是泽连斯基他不认命啊 你叫我止损我就止损了 你昨天还说打到乌克兰 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下去 现在乌克兰胜半壁江山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个泽连斯基这个年轻的小总统 他根本就听不出好爱话 打胜最后一个人有意义吗 打胜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这叫人话吗 你还瞎激动什么呀 美国有一个杂志叫美国思想家 美国其实没什么真正思想家 但这个杂志一直呢就这么说 一般思考一些哲学问题 现实政治 然后讲些大事 说乌克兰的局势 应该按照俄罗斯提出的条件 来和平解决 好 这是这个美国思想家呢 自半刊以来 最有水平的一期 最有水平的文章 说乌克兰的事情就应该按照呢 俄罗斯提的条件来和平解决 那意思就压着乌克兰投降啊 那要这样的话 冲突最好的结果就是乌克兰 在西方和俄罗斯对立当中保持中立 可是你现在已经清洁到一边去了 我记得以前张兆忠讲过 讲得很好 很佩服张兆忠 那几年前张兆忠说 你你 乌克兰你跟俄罗斯你要打一打 这个俄罗斯还能让一让 你拉外人来 那俄罗斯是不能让 让这个张兆忠说着 就是你拉着外人来都是自己自家兄弟 兄弟闹了矛盾自家 好商量啊 你知道开战前 你跟俄罗斯的贸易额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额都要高得多 你占了大便宜啊 而且北溪一号从那经过 那是你乌克兰的主要的收益 现在你不顾不顾计这个同同宗同族的交情 不顾计实际利益联系 你完全跟美国人当帮凶 你不找死吗 就是说现在呢 对泽连斯基来说 一段时间受鼓励 男一号当了爽爽的 突然间啊 周边四面楚歌都要求他割地投降 这怎么说得了啊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画边新闻 就乌克兰第一夫人呢 现在的泽连斯基的小太太 接受美国媒体专访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美国媒体也开始传 什么话 他说那现在如果乌克兰让出领土 那俄罗斯会停手吗 他会不会要求更多呀 嘿 富人之见 就是说这话透露了两个意思 一 乌克兰考虑过就此收手 已经叫已经独立的地方回不来了 第二呢 乌克兰担心 如果这样的话 俄罗斯要的更多怎么办 那不是透露另外一个事实了吗 就实际上在俄乌战争当中 俄罗斯居于绝对主动地位 特别是顿巴斯一战已经垫垫的基础了 现在呢三条战线作战 乌克兰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 那么大一个国家 你说靠外边书写过日子 就算是一体机关枪异的熟悉熟悉才能形成战斗力吧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呢不断出现集体劝详的声音啊 乌克兰现在呢情况是每况愈下很多人说乌克兰必胜啊信心不足了 嘴上喊必胜心里想的是什么时候结束呀 什么时候结束啊 五月底的时候呢有欧洲官员说最近几周阵线已经分化成两个阵营了 一方以法德为代表想着赶紧谈判完事 对乌军呢压根就不做指望 乌军呢乌合之众啊 根本没戏 另外一方呢 英美为代表 一门心思把俄乌战争包装成俄罗斯和整个西方自由世界战争 希望呢借这个机会打残俄罗斯 他打残俄罗斯付出代价多大 叫你再出钱 说我出了400亿 他得要6000亿 你给400亿管什么用啊 6000亿的真到账 你400亿到10% 你现在还没到呢 所以这个账支撑不下去 法德呢 现在越来越看明白 他组合呀 法德组合 英美主战 这个基调不算新鲜 开战以来一直如此 但当组合甚至是割地组合的论调占了上风的时候 在媒体上公开讨论的时候 你叫泽连斯基这脸往哪搁 小脸往哪放啊 泽连斯基 男一号大英雄 反对俄罗斯的独裁专制的大英雄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现在泽连斯基有点恨马克龙 不是一般的恨 因为什么 马克龙没完没了的 一会儿给普京打电话 要在里面扮演一个八面玲珑的角色 你反过来按照俄罗斯方面前几天的说法 俄美实际上没有任何沟通 形成鲜明对比了吧 知道美国在这地方现在呢还在收割期 所以美国呢 尽管美国国内有些这样的议论 但是呢 美国政府 美国当局现在还希望继续的扩大战事 扩大战事是以乌克兰人民流血为前提的 马克龙给普京打电话 新上来的这个法国的外长 给中国外长打电话 说我们法国重视独立的 自主的外交的传统 我们致力于深化中欧合作 我们愿意和中国一道 共同应对全球的挑战 这话是怎么理解 我看有个人发译特别漂亮 他说发译过来就是说 哪怕和美国意见不一致啊 法国也要走自己的道路 如果美国逼急了 那这个巴黎呢 就就准备按自己的意见干了啊 和中国干一票大的 国家之间不变的是利益 尽管美国卫逼之下呢 这些国家不得不站队 但是站完了队以后呢 还得做生意还得赚钱 毕竟呢 谁跟人民币也没筹 最近最要名的信息就是 进入六月之后 联合国联合农组织出来讲话 说短时间之内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替代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供应 但是你 你对俄的制裁 限制了俄罗斯的供用能力啊 同时你让呢 俄罗斯又限制了 这个乌克兰的供用能力 所以呢 建议西方好好考虑考虑 要不要取消对他们的制裁啊 秒 以前呢 这个有个软刺山呢 看着像个日本人啊 说话呢 结结巴巴的 那某一个电视台的评论员 我很喜欢他说话 他说 看没有联系的 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有联系的 现在 两种组织出来说话 你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地位不可替代 你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普用头收拾乌克兰 所以现在要向乌克兰解套 你就得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 总括以上所有的信息 告诉各位 乌克兰战场形势 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呢 很可能是以乌克兰屈辱的 接受俄罗斯的条件 为前提来结束这场战争 究竟会怎么样 齐力看场本 走着瞧 感谢收看 再见